根据本周发布的这项报告显示 美国5月份的租金中位数叫2022年5月有所下降 这三年来首次出现租金的下降 来看报告的详细内容 5月 美国全国平均租金要价为1739美元 比4月份上涨了3美元 但比2022年5月份下降了0.5% 这是自realtor.com自2022年3月开始 追踪同笔数据以来的首次下降 realtor.com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·黑尔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租金驱动型通胀可能已经过去的又一个迹象 尽管租金下降幅度仍然不大 但加上通胀降温和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对家庭来说绝对是个利好消息 租金从2022年7月的1777美元的峰值逐渐下降 但仍比2019年高出了近25% 在经历了2020年大部分时间的大流行涨价浪潮之后 随着人们重回办公地点 房屋租金也从2021年开始飙升 黑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过去几年一直留在原处没有搬家的租户来说 他们的租金水平可能达不到市场水平 但如果他们今年搬家 尽管租金正在下降 但是他们可能会支付更高的租金 报告称 5月份西部和南部的租金同比分别下降了3%和0.7% 而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租金仍在上涨 租金同比涨幅最大的城市 包括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上涨了9.3% 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上涨了7.7% 俄亥俄州新西纳提上涨7.7% 同比降幅最大的是莱斯维加斯下降了6% 加州的河滨县和圣贝纳提诺地区下降了5.9% 以及凤凰城下降了5.7%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